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父爸爸发现你孩子的财富基因 第五章你的孩子需要多少种赢配方 回顾父爸爸和穷爸爸的一生 我开始意识到 前者之所以比后者更成功 仅仅是因为前者有更多的赢配方 我的一个朋友阿德里安最近打电话征求我的建议 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公司裁员 此前他已经在那家大公司干了很多年 他总想着鼓起勇气创办一家自己的公司 于是就用多年的积蓄和原来的公司 付给他的遣散费 购买了一家旅行社的特许经营权 就在他开始揽生意时 航空公司开始削减付给旅行社代理商出售机票的用金 以前一张机票能挣到800美元的用金 而现在航空公司只付给他不到100美元 甚至只有50美元的代理费用 现在他可能不得不关掉旅行社 可这次他已经用光了积蓄 更不可能从自己的公司收到遣散费 他的特许经营权可以出售 但其价值由于从航空公司获得的收入的减少 而大大降低了 我认为阿德里安在晚年仍苦苦挣扎的一个原因是 他没有为他的一生准备好足够的赢配方 阿德里安也不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因为缺乏赢配方而苦苦挣扎的人 许多人在学校里成绩很好 但在走出校门时 却没准备好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足够多的赢配方 下面几张是帮助父母们为孩子们准备好足够多的 能在人生这场游戏中取得成功的赢配方 你的孩子至少需要三个赢配方 一个孩子要在一生中获得职业和财务上的成功 需要三种基本的赢配方 学习赢配方 职业赢配方 财务赢配方 发现你孩子的学习赢配方 我的朋友阿德里安在学校里 很成功 他不但是一个能快速学习的人 也很享受校园生活 他发现阅读 写作和数学都很容易 阿德里安轻松读完了大学 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因为他在学校里成绩很好 所以他喜欢学校 这是他的积极人生经历 正因为他的学校经历是正面的 所以我建议他 关掉旅行社 并重回学校学习新的职业赢配方 他现在53岁 又重返校园去正学分 希望可以申请法学院 阿德里安的例子 很好地阐明了我爸爸的观点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学习赢配方 阿德里安的学习赢配方 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 但对我可能并不适用 我不喜欢学校 我怀疑自己 能否重新回到传统的学校 做一名学生 找到学习赢配方 从出生到大约15岁 这段时间非常重要 因为这段时间 是孩子形成自己的 学习赢配方的阶段 如果孩子在学校里感到快乐 学习轻松 而且成绩优异 那么他就找到了一个 适合自己的学习赢配方 但是如果孩子 因为语言天赋不强 或其他原因 在学校学习读 写 算有困难 那么从那时起 他们的学校生活 就会很痛苦了 倘若孩子早年在学校里 遇到困难 或者感到自己 不如别的孩子聪明 他们往往就会失去自尊 对学校也没什么好印象 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笨 并认为自己无法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生存 他们开始被贴上标明自己 有缺陷的标签 如注意力缺陷障碍 或迟钝 而不是应有的 有才华 聪明 或有天赋 作为成年人 我尚且讨厌被人称为 笨蛋 或被弄得自觉敌人一等 一个只有12岁 或者更小的孩子 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他该怎么办 这会给孩子的精神 情感和身体 造成多大的伤害 学校的等级制度 是让孩子们在学业上 缺少安全感的另一个原因 在中型曲线6的平分体制里 如果有10个孩子 两个会在曲线的上部 两个在底部 其余6个则在中间 在学校的综合能力测试中 我总排在前两名 我的潜力很大 可成绩却是倒数的2% 对于这种评估学生的中型曲线法 身为教师的爸爸常说 学校系统与其说是培育体制 倒不如说是淘汰体制 作为家长 爸爸的工作就是保护我在心理和情感上的安全感 使我不被这个体制淘汰 9岁的变化鲁道夫 斯坦那是一位很有名望又很有争议的教育学家 他的教育哲学正在众多的鲁道夫学校中得到运用 据说鲁道夫学校是一个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快速发展的教育系统 斯坦那经常就他的理论9岁的变化发表演讲 出版著作 他发现 孩子们在9岁时开始与父母的看法出现分歧 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斯坦那还发现 这段时期 孩子们经常会感到孤独 即认识上的孤独期 孩子们开始去寻找自己的我 而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我们 在这个时期 孩子需要学习实际的生存本领 出于这个原因 鲁道夫学校会叫这个年龄的孩子 在花园里栽种 搭帐篷 烤面包等诸如此类的技艺 他们学这些技能 并不是要把他们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 而是为了让他们对自己放心 让他们知道他们能靠自己的能力生存 孩子需要知道 他们能挨过这段 寻找自我认知的时期 如果他们无法在这一时期 发展自己的安全感 就将极大的影响他们 对自己未来人生的定向和选择 显然 每个孩子对这场认同危机的反应是不同的 所以 家长的细心观察和敏锐觉察至关重要 同时 带着30个孩子的老师 不可能意识到 每个孩子 在这一阶段的不同选择和需要 穷爸爸并不了解鲁道夫 斯坦那的工作 但他清楚地知道 这一成长阶段对孩子一生的影响 当他看到我在学校里成绩不好 以及当我得知蚂蚁安迪是个天才 而我不是却还要与他做朋友对我造成的影响时 他开始更细心地观察和引导我 他鼓励我参加更多的运动 因为他知道安迪善于通过阅读学习 而我则需要通过行动来学习 他想让我知道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我也能完成学业 他想让我找到一种 能够在学校里保持自信的方法 即使这种方法是通过运动 而不是学业获得的 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 我的家庭还面临着经济上的问题 我猜想爸爸也许意识到了 他在挣钱方面的无能为力 可能会对我有所影响 他知道我常在回家后 发现妈妈面对不得不支付的账单 唉声叹气 我想他也知道 我可能会开始寻找一种 与他不同的世界观 而且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九岁时我开始跟随父爸爸学习 回想起来 我是在寻找一种自己的解决方式 希望借此帮助我们家 走出经济困境 我确定要寻找一种 与父母的思想迥异的新观念 阿德里安的配方与我的配方 因为阿德里安在学校的经历是正面的 所以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会选择重回校园 去学习一种新的职业技能 而我的学习方式就不同了 我的学习方式是寻找一位导师 并通过行动来学习 我在九岁时就学会了这种方式 今天我仍在寻找能够跟随学习的导师 我寻找那些已经完成了我想做的事的人 做我的导师 或者听他们的词带 从而得知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也阅读 但只不过是把它作为最后的手段 我没有重回商学院学习如何经营一家公司 而是建立自己的公司 因为我是通过行动来学习 而不是坐在教室里学习的人 我会找一位导师 采取行动 犯错误 然后寻找一些书和磁带 从中发现我错在哪里 应该从错误中吸取怎样的教训 例如 当我的一家公司的市场运作 开始走下坡路时 我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 以寻找新的答案 今天 我是个不错的商人 然而 如果我只是坐在教室里 读书 听老师讲谁有可能 谁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公司的话 我今天恐怕就无法拥有 哪怕一家公司了 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学习营配方 父母的职责 就是观察和支持孩子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配方 如果孩子在学校学得不顺利 家长就要跟孩子一起 研究这种不顺利 但不应让孩子感到沉闷 要支持他们找到最佳的学习方法 如果你的孩子 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好 而且很喜欢学校 你应该感到庆幸 那就让他们去享受学校的生活吧 但是 假如他们不喜欢学校 你就得让他们知道自己仍然是个天才 然后鼓励他们去寻找一种 在只承认一种天赋的学校体制下 继续学习的方法 如果他们能学会这么做 那么他们就获得了在现实世界中 也同样适用的出色的生存技能 因为在现实世界里生存 需要不止一种天赋 这就是我爸爸鼓励我做的事 他鼓励我去寻找自己的学习方式 尽管我很讨厌学校所教的东西 但这就是现实生活对你的磨练 成了一名职业学生 我注意到很多在学校成绩很好的人 根本不担心自己能否在社会上生存 孩子们认为成绩好就意味着将来能过最好的生活 所以取得好成绩就是他们所谓的生存技能 当然在他们年纪还小的时候 的确如此 可当他们长大成人 需要离开学校去适应现实生活时 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现实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技能 我认为 凡是希望通过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来谋生的孩子 都特别容易变成职业学生 一些人可能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体制 其中一些人会一直读到博士 通过延长在校时间寻求保障 我的穷爸爸就是这样 直到他的家人患病 才不得不离开学校 进入现实世界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他说 如果你需要教育这堵墙 将你与现实世界隔离 待在里面是很容易的 侵蚀自我认知 我曾经说过 债务和缺乏财务安全感会 侵蚀一个人在财务上的自我认知 换句话说 如果你遭受过太多的财务挫折 或感到自己被工作需要和工资保障牢牢地捆住了 那么你在财务方面的自信将会瓦解 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孩子的学业方面 哪怕只是听见别人说他们不如别的孩子聪明 他们也会丧失学习上的自信心 如果没有爸爸的帮助 我会早早离开学校 因为没人喜欢别人说自己笨 我知道自己并不笨 我只是对老师讲的课 不感兴趣 但不管怎样 我可怜的成绩的确侵蚀着我在学习上的自信心 是我的聪明爸爸在这段令我痛苦不堪的日子里保护了我 即使我成绩差 甚至不及格 他仍然一再打消我的疑虑 让我确信我仍然是个聪明的孩子 而且为了把学上完 我知道了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如果没有爸爸的爱和他独特的教育方式 我一定会中途辍学 并因此受到伤害 愤愤不平 而且会时时感到自己比学习成绩好的人低一等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我聪明的爸爸 我在离开学校时只会学到书配方 无论你的孩子在学校里成绩如何 你都应关注并鼓励他们去寻找自己的学习配方 因为当他们离开学校进入现实世界时 教育才真正开始 老师在作弊很多家长都会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有没有下降 而为了提高考试成绩 老师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使他们饱受困扰 有些老师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2000年6月19日 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 《当老师成为作弊者》的文章 对我国的公立学校来说 今年的春天是个令人尴尬的季节 在马里兰州的郊区 在上个月家长指出他们的孩子 在周考试中被事先告知正确答案后 一名小学校长引咎辞职 在俄亥俄州 官员正在调查哥伦布小学考试作弊的责任人 该校前不久还因学生分数提高 而受到克林顿总统的称赞 在纽约市 30所学校中有不止48位教师和管理者 被指控教唆他们的学生 在市或州等多种规模的考试中作弊 教唆孩子们作弊 的确是件糟糕的事情 当学年结束时 很多老师和校长都将面临 以不正当手段干预升学考试分数的指控 这些分数将决定从孩子能否升级到地区年度预算在内的所有事情 文章还写道 问题在于 大家所追求的不是学生的高素质 而是考试的高分数 在一些地区 教育工作者若能提高学生的分数 就能得到大约2.5万美元的奖金 在另一些地方 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升学率 校长就会丢掉饭碗 这篇文章还提到 学校正在教孩子们如何考试 而不是让他们接受扎实的教育 换句话说 老师给孩子们答案 让他们通过考试取得高分 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 一些专家认为 这种硬式教育的做法 比单纯的作弊行为更可怕 轮阻力称之为新版的 327 即填鸭式 RAM 死记硬背 Remember 和赵本宣科 Regurgitate 这很荒谬 莱斯大学教育学教授 学校改革的矛盾 标准化考试的教育代价的作者林达 迈克尼尔说 他还说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孩子在几个月里除了准备考试什么事都不做 他说你在叫孩子们学了就忘就像教他们在大脑里使用删除键一样 这是对学校教育教育的最大欺骗 作弊的老师是怎么被抓住的每当我说孩子比成年人聪明时常常遭到许多聪明的成年人的白眼 然而我仍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 我与生活的合拍程度远远超出了老师和父母的预料 比如 我比妈妈和她的朋友都更早地了解花花公子的首发刊 今天 借助英特网 孩子们与新鲜事物接触得更加频繁 我们却仍然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来看待 新闻周刊在随后的报道中说 马里兰州的校长被抓是因为孩子们知道他在作弊 同一期的新闻周刊上刊登了下面这篇题为苦涩的一刻的文章 报道了事件的整个经过 孩子们是这场丑闻中的英雄 当模范人物教你不诚实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孩子们当中先产生了一些迹象 他们在楼道和操场上交头接耳 并在放学后把一切告诉了家长 一些五年级的学生开始描述校长的所作所为 当时他正在监考五月中旬进行的周评考试 据说一些已经交卷的孩子被校长召集在一起 让他们重新检查自己的答案 你们也许想再检查一下 孩子们说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多给了另一些学生20至45分钟的延长时间 在试卷的社会调查部分 据说他拿了一张地图并指给学生看考试中涉及的国家 孩子们感到既烦恼又疑惑 一些孩子对其他人说我认为他没有权利这么做 一个五年级的孩子告诉新闻周刊 另一个10岁的学生说 在数学考试时校长多给了他一些时间 还有一部分是关于语言艺术的 他继续说校长帮我得出了正确答案 当时我心里的确认为他是在作弊 但我不敢说我怕惹上麻烦 另一个家长告诉华盛顿邮报 他的孩子回家后问他 妈妈我认为今天的考试是作弊 但校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不能为了学习而学习今天 在学校体系内正上演着一幕幕悲剧 2000年5月7日 星期天 亚马逊共和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洛杉矶学校将使成千上万名学生留级的文章 洛杉矶全国第二大学校体系 放弃了今年让相当数量的学生考试不合格的计划 但由于他同时取消了差生也能自动升级的制度 因此今年秋天 仍会有1.35万学生留级 洛杉矶联合校区长官 就像排水沟被毛线球堵住了一样 该体系所做的只是降低升级的门槛 并把孩子们赶到现实世界里去 我认为失败的是这个体系 而不是孩子们 为什么私立学校和家庭学校越来越多不止孩子们意识到 他们在这一极为重要的教育阶段上当受骗 多年来 家庭教育被视为激进的家长们涉足的边缘地带 而今天 却有越来越多的父母不是让孩子到学校去 而是让他们在家中接受教育 据报道 家庭学校正在以每年15%的比例增加 许多人说孩子在家里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但2001年 也就是千禧年后的第一年 来自家庭学校的学生却获得了全国的拼写竞赛奖 政府特许创办的学校证大规模增加 校访蒙台缩利和鲁道夫体制的学校也在迅速增加 也就是说父母正在从政府那里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拿回来 这些家长有一个获取相关信息的地方 那就是利贝卡 科亨德费尔建立的网站3w.homeschool.com 这个网站拥有所有的父母都需要的大量信息 利贝卡和我们有同样的信念 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为他们将要面对的现实世界做好准备 穷爸爸的顾虑很多年前身为学校教师的爸爸试图去改变这个体制 他意识到不同的孩子各有天分 他还意识到现行体制是个一刀切的体制 他只适用于30%的孩子 对其余的孩子来说他却十分可怕 爸爸常说 这种体制比恐龙还可怕 因为至少恐龙会灭绝 但教育体制却永远不会消亡 他更像是一条鳄鱼 哪怕恐龙都灭绝了 这种爬行动物却仍能存活 他还说 教育体制无法改变 因为我们设计的就是不会改变的体制 我们都知道老师们总在尽力教育孩子 可问题是 这些老师是在一个被设计的一成不变的体制里工作的 这是一个仅为生存设计的体制 是一个毒化孩子从而减缓他们成长速度的体制 而不是一个能够适应变化 快速发展的体制 他们再给了那些表现活跃的孩子们 毒品之后 又接着对这些孩子说不要吸毒 对我而言 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真是苦不堪言 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没有向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 却反而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顾客的行业 他们会说你们的孩子学习能力有缺陷 而不会说是这个体制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更不会说作为一个体制 我们的教学能力有缺陷 没错 这是唯一一个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顾客的行业 许多年前 我父亲认识到这个体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当他发现大多数英语国家使用的这种教育体制 源于几百年前的普鲁士时 他变得非常不安 当他进一步认识到 这不是一个设计用来教育孩子 而是用来培养好士兵和好雇员的体制时 他更加不安起来 一天他对我说 在学校体制里 我们之所以用幼儿园 Tindergarten这个词 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源于几百年前的普鲁士 Tinder在普鲁士语言中意为孩子 而Garten是花园的意思 换句话说 孩子们的花园就是指孩子们要由国家来进行教育 或灌输 设计这种体制的目的是从父母手中拿走教育孩子的职责 把孩子教育成能够最好的满足国家需求的人 小学一词源于何处穷爸爸曾说 头几年的学校教育被称为初级教育 Elementary 8的原因是 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从学习内容中抽出有趣的科目 并把它分成各个要素 Element 当你从学习过程中抽出有趣的科目后 教育就变得枯燥乏味了 他进一步解释说 例如 一个孩子对建造房子感兴趣 而与建造房子相关的科目却被拆分成各个部分 如数学、科学、写作和艺术 所以在学校里学得好的应当是对数学、写作、科学等课程感兴趣的学生 但是对更大的科目感兴趣的学生 如对建造房子感兴趣的学生 会感到厌倦 因为他们感兴趣的科目被拆分掉了 只剩下组成该科目的各个要素留待学习 这就是小学或初级教育一词的出处 也是很多学生认为学校无趣的原因 有趣的科目已经被拆分掉了 我认为 家庭学校和私立学校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是 他们从政府手中收回教育的权利 并把这一权利还给父母和孩子 从武士到医生到教师我爸爸的家族 在日本封建王朝时期是歧视阶层 或称武士阶层 在被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敲开国门后 日本开始与西方贸易 封建王朝也随之瓦解 我们家族开始放弃武士生涯改行行医 我爷爷本来也应该成为医生的 但是他远离国土来到了夏威夷 所以这个链条就从他那里断开了 虽然爷爷没有做医生 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上医学院 可爸爸也没有继承祖业做一名医生 当我问爸爸为什么不去当医生时 他说上高中时 我开始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同班同学会突然从学校中消失 我的朋友前一天还在学校 可第二天没准就不来了 我很好奇就去问学校的管理人员 但仍不明白 很快我发现只要甘蔗和菠萝种植园需要人手 学校里亚裔移民的孩子就会消失至少百分之二十 种植园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未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供应充足 当我发现这件事后 我的血液沸腾了 从那时起我决定进入教育系统而不是医学领域 我想确保教育体制能向每一个孩子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为了使每个孩子都能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不惜和大公司及政府对抗 爸爸终生都在为改变这个体制而奋斗 但最终却成了他期望改变的体制的牺牲品 他晚年被评为夏威夷150年来公共教育史上的两位杰出教育者之一 虽然他的勇气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认可 但这个体制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 人们在设计这个体制之初就没打算要改变它 这并不是说这个体制对所有人都一无是处 至少它让在这个体制中表现出色的那30%的人受益肥浅 可问题是 现行体制是在数百年前的农耕时代设计出来的 那时还没有汽车、飞机、广播、电视、电脑和英特网 然而 这个已经跟不上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制度却比恐龙还顽强 就像鳄鱼一样 因此 爸爸非常重视在家中指导我们的学习 他常说 发现你们的天赋比让你们取得好成绩更重要 换句话说 每个孩子学习的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 至于父母 就该勤于观察孩子能学得最好的方式 然后支持他们发展自己的学习营配方 每当我看到婴儿 我就看到了对学习充满热情的小天才 几年后 当我再次看到这些小天才时 他们已经对学校感到厌倦 并且不理解 为什么要被迫去学习与他们不相干的东西 据报道 许多学生感到耻辱 因为评价他们的标准 是按照他们并不感兴趣的课程的考试分数来设定的 而他们却在这样的标准下被贴上了不聪明的标签 一个年轻人对我说 并不是我不聪明 我只是不感兴趣 你们要先告诉我 我为什么非得对这些课目感兴趣 以及我该怎样运用他们 那样我或许会愿意学习 问题不仅仅是成绩不好 当然 爸爸认为分数会对一个学生的未来造成正面或反面的影响 担心不好的成绩会影响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信 他常说 许多孩子兴高采烈地去上学 但是很快就离开了学校 他们唯一学会的就是讨厌学校 他建议 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着讨厌学校 那么在孩子人生的这个阶段 父母最重要的工作不是逼着孩子去取得好成绩 而是要让他们留住上帝赐予的热爱学习的天赋 要发现你的孩子与生俱来的天赋 找出他们的兴趣 留住他们的学习热情 即使这种热情不在课堂上 现实是孩子要学的东西远比我们要多 如果不这样 他们就会在下一章要提到的另外两张营配方上落后 所以我认为 在家里发展孩子的学习营配方 远比他们在学校里的考试成绩重要 穷爸爸和富爸爸都说 当你走出校门并进入现实生活时 真正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第五章 你的孩子需要多少重营配方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六章你的孩子会在30岁落伍吗